前龙最疼爱的外孙 前龙在这方面相对弱一些 前龙在这方面相对奇怪 新潮有一位流人 他是前龙最疼爱的外孙 受宠程度不亚于皇孙 当初生没几天 前龙就赐他一件特殊礼物 介绍此人之前先卖个棺子 聊聊他不寻常的家庭背景 父亲名叫色布藤巴勒诸儿 名字听起来非常恶口 为了方便叙述 暂且叫他藤巴勒 只要知道其出身蒙古族即可 藤巴勒八岁时 封皇帝之命来到京城 从此居住在宫中 饮食起居条件与众皇子没有差别 而且跟阿哥一起学习 前龙的儿子不少 为何还要将藤巴勒养在皇宫 予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呢 凡事必有原因 前龙这么做肯定不是闲着没事干 目的十分简单 就是替宝贝女儿库伦和静公主 培养如意郎君 据此可推测 藤巴勒是一位幸运儿 未来注定成为驸马 藤巴勒聪明好诀 各方面表现都很突出 骑马射箭不在话下 文学修养也符合驸马的要求 乾隆十二年 孤伦和静公主刚满十六岁 乾隆看着蜻蜓玉璃的女儿 顿时感慨万千 毕竟她跟复查皇后的四个子女当中 只有孤伦和静长大成人 其他三个君早年幼者 咱们都知道 乾隆虽然拥有许多妃品 但复查赤是她一生最爱的女人 这一点毋庸置疑 无论正式记载 还是那些蜻蜓剧中都可以看出来 出于此种原因 乾隆在孤伦和静身上付出大量心血 恨不得把所有妇赖都给她 亲手操办她与藤巴勒的婚礼 担心女儿久居京城 顾不惯蒙古草原的生活 而且考虑到以后便与和女儿相见 乾隆大笔一挥 让户不破捆陪女儿在 距离皇宫不远处建造一座府邸 规格与奢华成都 跟当时亲盟等同 涉在清朝历史终极未罕见 公主跟驸马从小就认识 算是青梅竹马 婚后恩爱有加 乾隆对此非常满意 幸福的生活不止于此 两人很快有了爱情结晶 顾伦和静公主生下大胖小子 积文章开头提到了主人公 乾隆因此当上了外公 心里比吃几块糖还要甜蜜 喜得外孙的乾隆 整个人都感到神清气爽 赶紧处理完首上奏者 亲自到公主府上探望外孙 并给外孙起名为阿雷之音木耳 额尔克八百 这就是那份特殊礼物 有人说 不就是一个稍微长点的名字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 更谈不上特殊 这么认为就错了 在古代 皇帝自明称得上一种荣誉 况且外孙子的名字寓意不一般 翻译过来为宝贝 可见乾隆对外孙不是一般的好 甚至比亲孙子还要用心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